每日福音 那时候耶稣进了耶里哥 经过这城时 有一个人名叫扎凯 是做顺利长的富翁 他找方法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但群众很多 而他又矮小 所以看不见耶稣 于是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一棵桑树 好看清楚耶稣 因为那是他的必经之路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就对他说 扎凯快下来 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 扎凯听了之后 急忙下来 欢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了就抱怨批评说 哼 罪人的家 他竟然要进去投诉呢 扎凯就站起来对主说 主啊 你看 我要把财产的一半给穷人 如果我曾经敲诈过谁 我愿意偿还四倍 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郎的子孙 而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 耶稣洞察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念律 当然包括我们内心极小的渴望 最终他也大方地给予我们回应 我们看今天福音当中一个被所有人讨厌和躲避的税吏 杂凯 原本他只是想看看耶稣 没想到却蒙得耶稣厚爱 最后还到他家做客 耶稣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轻视杂凯 反而察觉他内心深处 其实是需要慈悲的 于是就大方地将这份爱赐给他 远远超过众人的想象 此后 杂凯也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了 其实天主并非因为我们悔改而爱我们 而是先爱了我们 并给了我们悔改的恩宠 当然他也乐意与人同居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我们不妨默想看看 在我们心中 是否有着杂凯那样的渴望和谦卑 要去寻找耶稣 并愿意喜乐地接纳他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